你现在收听的呢 就是每逢星期五早上 都会为你准时播出的 新周主编点新闻 早上好我是Christine 哈喽大家好我是丽萍 那新任首相慕尤丁 他的新内阁呢 可以说是让人左判右判 终于是判到了 但是我觉得呢 其实大多数人呢 想要看的就是慕尤丁 他所组成的这个内阁 到底是会有多干净 何多清廉的 那么在刚过去的这个 三月九号 他是终于做出了宣布 那么他还在一再强调 就是说名单里面的人呢 全部都是已经经过了 这个反贪会 还有警方的过滤的 确保呢一定是连结的 就是想要给人民 打一记这个强行 真量的一个感觉吧 不过呢我们看到 这次慕尤丁 他的那个名单里面呢 就有31名的部长 外加38名的副部长 然后呢再加上慕尤丁的话 就已经是准准好 70人 这个阵容其实也太庞大了 你不觉得吗 对是很庞大 也感觉也让人感觉 是这个那个 有点太臃肿了 对 这个那个 这个阵容产生了之后呢 我觉得就有引起了 很多的争议 其中一个争议 就是包括有人在说 我们的邻国印尼啊 他有2.6亿的人口啊 可是他的政府部长 加起来才48个 而我们马来西亚呢 人口是3300万 可是我们的政府部长 加起来就有70个 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70个人呢 他们的薪水加起来呢 就接近这个 将近这个90万呢 比起这个西蒙执政时期呢 就增加了35%的这个开销了 所以这个争议是存在的 是 而且呢 听说好像有一些的 这些部门呢 就是为了增加而增加嘛 所以就难免会让人觉得说 哎木尤丁 你是不是好像是在派蛋糕 或者是分蛋糕 这样的一个感觉呢 对不对 对 就像好像是很多部门呢 我知道的 就是以前就 由这个杨美英掌管的 这个部门的名称 是非常之长的 现在他就把它一分为三 就变成 就是变成create 更多的这个post出来 就是其实他就是满足 这个成员党的 这个蒙党的这个需要嘛 其实就是一种 我们可以说就是排排座 吃果果 大家都有份 是所以就不禁会让我们想到说 其实我们真的有需要 那么多的部长嘛 那虽然这一次呢 增游丁他是打破了 我国的传统 成为了就是有史以来呢 第一次啊 没有选出这个 副首相的一个首相 那不过呢 谁是这个增游丁 最新任的得力助手呢 相信通过新政府的 第一次内阁会议呢 答案是已经呼之欲出了 虽然增游丁他强调就是 这四名的高级部长当中呢 其实全部人 他们都是平起平坐的 没有所谓的任何一个人 是比较受器重的 但是我们看到说就是啊 增游丁他就跟记者们说 他讲如果他不在国内 或者是如果他没有办法去主持 这个内阁会议的话 那么将会由阿兹敏代为主持 不是说大家都平起平坐吗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层面方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好像呢这个增游丁 他是还蛮器重阿兹敏 所以阿兹敏他的这个地位呢 就是在这四名部长当中 就是略高一等了 是当我看到这个增游丁这样的宣布的时候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 他在对阿兹敏是论功行赏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不要忘记这一次的 这个洗来灯行动的发动啊 就是阿兹敏在某个程度上 是对他来讲是功不可没的 就是他今天能够坐上这个首相 自卫人 这个阿兹敏是其实是推了一个 很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角色 不管外面的评价是好还是坏 不管我们就看到他这一次 又把阿兹敏拉入内阁里面 又为他做这个高级部长来看 他其实就是他也对他 一方面是器重 其实一方面也是对他有所顾虑的 就是阿兹敏他可以把这个安华 阻拦了安华这个任向的这个路嘛 那么他对慕尤丁 是不是也可以将来会造成阻扰呢 那么这个是可能性是存在的 所以以他这个布局来看呢 他就是虽然之前是说 四个高级部长都是平起平坐 可是现在阿兹敏又可以主持内阁会议 很明显的就是说 他在顾忌阿兹敏的这个势力了 对一点都没有错 那可是呢我觉得说慕尤丁 他也知道自己的新政府呢 没有很受到大家的喜爱 所以可能就是为了想要让人民来 就是看到说 其实他真的是有花心思 去要做一个好的首相啦 那他其实呢就是决定要去效仿 这个前朝政府也就是西蒙政府的做法 就是呢所有的部长们都必须要 向反弹会去申报财产 不过我觉得呢 其实人民对于现在的这些政府部长们呢 他们的连接程度是还有待观察的 因为之前不是有一位这个来自巫统的前部长哦 他说他就有这个十亿身家 而且呢是从小炸香蕉赚来的钱哦 真是蛮令人羡慕的啦 搞到现在呢好像大家都很想要转行去 卖这个炸香蕉这样子了 那虽然说这名部长他现在呢 是不在这个新的内阁名单里面 只不过可能就是对于来自巫统的领袖 我觉得华社吧 或多或少呢还是会有一点点保留的 那么墨尤丁在这一方面呢 其实要怎么样去安抚可能华社的心情 还是要怎么样去让大家体现到说 他真的是一个全民首相的话 就非常的考验他了 对不管是全民首相 还是他的所谓的这个内阁成员 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连政 其实我们都必须很老套的说一句 就是需要时间去验收他的成果 那么刚才你讲到这个巫统的领袖 就是东顾安南嘛 他就是被人家传说 他是卖炸香蕉啊 赚了这个累积了十亿身家 所以大家现在都在以二传 二就在传 其实这个东西必须要还原一下 其实东顾安南他的确是有十亿身家 是没有错 可是他并没有真正说过 说他因为炸香蕉而赚了这个十亿 而是大家就 很多人就有心的 就把他给串联在一起了 就是说他是卖炸香蕉 其实卖炸香蕉不只是他 我们的前首相 也是从小时候也是卖过炸香蕉的 是那另外呢 我们也看到说慕尤丁呢 他为了要表达自己的绝经 他就决定要自己减薪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 同时呢 他也是会想要去成立 这个就是所谓的新冠肺炎基金 就是来帮助那些可能低收入群体的人 如果说他们不幸感染了 然后需要被隔离的话 那这笔钱呢 就可以帮助到他们 像是这些种种的做法 其实有没有就是让你来给他加分呢 你觉得 我觉得这个减薪的部分呢 我是觉得说不应该只是他的首相在做 应该他要可能要像效反这个新加坡呢 他之前不是因为这个疫情比较严重的 就是带头这个在减薪吗 他们那么我们的内阁 其实应该是政部长跟副部长一起做嘛 那你才能够显示你是全民齐心 你是跟与民同在嘛 另外一个就是谈到这个成立基金 其实我个人是非常之反对 包括这个前朝时期的时候 成立这个救国基金的时候 我就想说我们人民平常都在纳税了 为什么还动不动就要打我们的荷包的主意吗 这钱应该是政府在出 不要动不动就叫民间啊 叫企业在出钱 所以我个人是不赞成了 因为民间呢 其实我们生活也蛮苦的嘛 对不对 所以咯 所以我觉得说可能在这方面 政府需要好好的去考虑一下吧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呢 我们就会来聊一聊 关于GPS的代表入阁这件事情 继续留守City Plus 我们就会继续留下来的 感谢观看